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? 回答,圣经主要的教导是 人对于上帝所当性的真理 以及上帝要人所当尽的本分 怎么理解呢? 意思就是说 为了达到人生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两件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应该信什么和我们该做什么 这两件事 圣经都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解释 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 以及他吩咐我们要做什么 因为这对于我们现在 与我们的未来都大有益处 所以圣经中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这么说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总义就是要敬畏上帝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阿们